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白板天堂验即将进入下一个版本 王者之巅 那在王者之巅的重点就是 王族跟龙斗士的职业觉醒啦 那我这边帮大家把 王族跟龙斗士的所有技能说明 已经介绍 都做了一个总表整理起来 然后很多人在问 那转值要怎么转技能呢 没关系 我这边这支影片也帮大家说明了一下 如果龙斗跟王族 你要转值技能要建议怎么选择 那我是以满技为前提帮大家介绍的 那过程中我会说明 如果是PVE玩家要怎么选择技能呢 好那咱们在影片开始之前 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 我们即将进入正式环节 Go 首先我们看到的职业是王族 王族本次新增了第二招经济 叫做凯撒 那第一斤跟第二斤的取得方式 就跟过去一样 第二斤建议是自带经济 然后转值过去转第二斤 然后第一斤透过合成技能 或者是未来如果有技能TJ的话 可以踢出来 好另外提醒一下 如果在影片过程中 你想要看什么技能的话 欢迎随时按暂停 去看他的能力值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紫技 王族的紫技新增一招王者之剑大师 这招技能可以透过限时商店 第二张紫技箱购买 所以我写600万 因为他在第二箱 其他的紫技总共有六招 六招技能转值的话 基本上是没空间的 就是五招直接转满 转帝国盔甲大师 转召唤盟友 转帝国防卫 转盛世灭令 以及转热灵气三阶段 那最后一招帝国盈利 必须要透过商城线 那个紫技箱制作 或者是交易所的传说技能箱购买 那你会说 那王族PVE玩家建议 学什么技能呢 你在开玩笑吗 PVE玩家怎么会转王族 不要转啊 王族不是一个亲民的角色 你真的玩PVE 不如去玩雷神 不如去玩圣剑 不要去玩王族 相信我 如果你真的说 我坚持要玩王族 怎么办 紫技至少要四招 灼热灵气三阶段 盛世命令 帝国防卫 以及帝国盔甲大师 一个PVE要四紫技 才可以稳固的挂机 你说是不是很不亲民 所以不建议啦 这是为了要攻城战 雅丁城才会推出的王族改版 好 再来看一下 红技的部分总共有八招 然后这边一样 转值满技的配置 是转勇猛一只大师 勇猛武器 勇猛盔甲 王者之剑 帝国指令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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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就这五招 然后另外三招 比较便宜的话 就直接用购买就可以 像勇猛一只 血蒙商店 16万名义币 可以购买 然后灼热灵气 二阶段 可以透过 那个血蒙商店 8万购买 最后一招 强化金的目标 也可以透过 限时的 红技箱 180万购买 那这边特别讲一下 这个强化金的目标 它其实是可以 透过技能合成 技能抽卡 以及技能转换取得的 那这边 我来帮大家简单的 科普一下数学 计算一下 180万的名义币 正常取得 透过礼包的话 你要花多少 基本上 16000赚以上 跑不掉吧 甚至要花到 两周到三周 可能32000 或者是48000赚 你才有机会 平均开到 180万的名义币 那这边我要讲一下 如果是透过 转技能的话 要花多少呢 转卡 红技等于是 红卡转换 一次900 1800 2700 这样跳 老实说 就算你转到 第三转或第四转 都不会超过 1万赚 所以以转技的 CP值来说 是相对偏高的 所以如果你有 多的卡箱 我会建议先转 然后先 抽看看 如果真的没有的话 最后再花 这180万下去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再来看 王族的白技 王族的白技 有两招技能 比较刁砖 分别是勇猛暴击 跟勇猛生命 这两招技能 它只能透过 交易所取得 因为它是打怪掉落的 你抽技能卡 跟合技能卡 都合不到 这个两招白技 那剩下的技能 就是透过魔法商人 跟解谋商店购买即可 好 王族改版 主要是针对 雅丁神工程战 做了准备 那一般的 PVE玩家 或者的 PVP玩家 我是不建议 你去玩这个角色的 因为真的相当不亲民 好 再来往下看 下一个职业 龙斗士 龙斗士 新增的第二经济 阿修罗 经济的取得方式 童王族 建议转第二招和第一招 再来看龙斗士新增的新的子技招架 这个技能一样是放在血蒙商店 300万兑换 他是第二箱 所以是写600万 实际部分也是毫无悬念 要转值满技的话 就是直接转好转满 恐惧无助强化 夺命之雷 龙之冲击热血沸腾 以及龙之力 五招转好 最后一招 龙之精通致命 你透过商城制作 或者交易所的子技箱 购买学到即可 纯PVE玩家的龙斗士 子技要学哪几招呢 我会建议学热血沸腾 还有恐惧无助强化 因为这不能转 所以纯PVE玩家 只能另外花钱去取得 那为什么要学恐惧无助强化呢 因为他可以提升技能命中率 这个版本的龙斗士 他的恐惧无助会直接触发 寻心者把怪拉过来的技能 那所以这个技能 你自然提高了恐惧无助的发动力 代表你拉过来可以一直拉一直爽 就这样子 相对来说 龙斗士也是一个比较不亲民的角色 那我们往下看一下 龙斗士的宏气部分要转哪五招 第一个转龙之精通强化 然后转龙之窥爪强化 恐惧无助 屠宰者强化 以及锁链剑精通 转这五招 然后另外三招的话 部位毁灭可以透过血蒙70万购买 或者商城制作 再来龙之盾可以透过血蒙70万购买 反射保护罩可以透过血蒙 更正限时180万购买 那这边我着重讲后面四招 这四招技能要依照你的现况来做取舍跟 跟转换 为什么呢 因为其中你看反射保护罩跟锁链剑精通 是可以透过技能抽卡技能合成跟技能转换取得的 所以我是一样建议 先抽先合先转 看能够哪一招 最好的配置是能够中反射保护罩 另外一招就用转值取得 如果你运气真的顶好 两招都中了 那你转值的扣打 可以留给上面两招其中一招就可以了 去做切换 那这边我再讲另外一个 就是互惠毁灭 为什么我会括号商城制作呢 因为 我们一样换算一下70万名义币你要花多少 至少1万赚以上跑不掉吧 礼包的话1万赚以上是基本盘 商城制作它是有一个个人的宏记 英雄技能补给箱制作的 那个技能箱是100%制作 发费大概是4000到5000赚之间吧 我记得 那你算6000好了 6000赚就让你做一个技能箱 6000赚你换得到70万吗 老实讲平均值来说很难 几乎换不到70万 所以用智商城制作的话是比较便宜的 龙痘的红记 再来看龙痘的白记 龙痘的白记就是比较亲民一点点 因为他全部技能都可以透过魔法商人购买 然后最后4招觉醒技能 就是直接写萌商店4万购买 好简单 好再来讲龙痘的 适不适合PVE玩家呢 老实说不适合 为什么呢 你看一下龙痘的红记里面被动 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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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这招也是被动 全部都是用来提升自体能力的跟伤害还有坦度的 跟王族一样 你他不是一个亲民的PVE神角 因为虽然这个龙痘的版本在PVE跟PVP都卓越 都领先于雷神啊那些角色 但是他的条件也非常高 你要成为一个有坦度有输出的龙痘 你的红记要全学 因为他全部都是强化你自身的能力 你要全学跟王族是差不多的 所以他并不亲民 你不像雷神跟圣剑只要学个几招 关键红记就可以独当一面了 不是 龙痘是要技能全学 他从过去到现在都不是一个亲民角色 所以很少人玩 中小跟无克基本上不会选他当骑手脚 然后子技如果我们要讲PVE 你要打架的话 龙之精通致命是核心子技 你也是必须要学的 因为你学到他之后 你才可以进行第二段从此 第二段位移 然后你才会多这么强大的能力 双龙能力还有无视伤害减伤10% 这就给你什么道理 就等于妖精你转职 你学不到精灵手领 枪手转职 你学不到天外救星是一样的 你少了一个灵魂 你就是一个半吊子的职业 所以这个版本 龙痘跟王族 他们都是限定给客长 一体够强的玩家去体验的 一般的中小课或者无课玩家 我是强烈不建议你们去转这两个角色 浪费你的钱 跟转完之后没有去体验 小玩家还是建议选择圣剑或雷神 当你的本命角就可以啦 好这支影片献给大家 希望你们会喜欢 那如果你未来想看我更多影片的话 帮我顶个订阅顶个赞 有你们支持就是我做影片的动力哦 我是丁丁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